欢迎回来 下面我们一起探讨新类别房屋相关问题 那么大家都比较关注啊 新类鞋的房屋是面向年轻人和新婚夫妇的 那么日后在于对于这个申请人的鉴别问题 会不会出现一些比较模糊的定义 到底多年轻算是年轻人 到底结婚多久算是新婚夫妇呢 二位怎么看 的确一定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因为这些怎么会界定呢 其实我们看回一个个案例子 就是在何口华时代 就是在第二届的行政长官的时候 曾经提出一个就是说 我们搞一个面对新婚夫妇的 先租后买的一些比较体面的单位 当时的目标就是说 就是拿这个澳门电视台对面的那个望言楼 是用来做这个计划的 他就提供几百个单位的 结果后来都胎死腹中 都搞不定 因为我想这里是中间存在了技术的问题 因为如果我们有一个新的队伍 就是拿几百个单位出来 而又立刻带来一大队的新婚夫妇来排队的时候 其实是政府自己玩死自己而已 很明显 所以当时为什么后来这个就变成一个 就是胎死腹中的计划 好了 现在我们新司长又来了 现在又有一个新的计划放出来 也同样会面对这些问题 所以我这点上面就是 一直以来我认为逻辑上是很有问题的 我也很难理解 为什么要搞多一对新队 你真是用心去搞好现在的景屋供应 其实所有澳门人都已经包括在内的问题 已经解决就好过去搞一个新的问题出来 去点着一个新的火头 我想这点上的确是将来就算能够清楚界定 我想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共 就是行政的工作等等的问题 一定会随之而来 陈先生您怎么看呢 挺年轻才为之年轻 有没有年龄上限 也没有年龄下限呢 这个又是一个问题 我30岁年轻 我31岁年轻不年轻呢 你照顾了30岁 我31、32岁年轻 真是惨了 那两年我就照顾不了 新婚夫妇的新婚的定义是怎样呢 一年算新婚 两年算新婚 三年我就不算新婚 又是一个怎样的问题呢 所以这个我想如果政府真的要做 如果真的要推这个公共防护的话 要做很多的咨询工作 可能还要参考轮近地区有没有一些这样的例子 怎样去定义 这个的确技术上有很多的问题在这里 但是也都会引起其他问题 就是刚才我说过就是 你这个公屋为什么会是新婚夫妇年轻人 我们都很… 他们肯定有一个住屋困难在这里 作为政府意不容辞要去照顾解决他们这个问题 其实其他阶层都有的 就是说你做了这个定义之后 可能衍生出来就是 喂 你再画多几对出来 我们是中产阶级 或者我是老人家 或者是怎样的年纪 到时候可能又会陆续又来这些问题 就是你一定要解释清楚 为什么会有新婚夫 新婚夫的操作方法会是怎样的 其实现在我们都强调一句 就是那个新婚夫已经涵盖了 圣经国法行为七成的澳门居民的收入 其实如果那个资源能够做得好的话 可能在新婚夫妇 或者在那个年轻人的就业已经是解决了 其实如果之前有个治安居计划 治安居计划当然它有它的缺陷在这里 譬如跟经屋、社屋争夺资源 还有会是定价会比较高 还有就是会等等的治疗处理的问题 其实你认真去做好治安居的计划 未必是不可为的一件事 就是说在有私楼和公屋之间的价差 现在真的比较厉害 可能是一个十万元一个平方 一个可能是两万多一个平方 有些年轻人或者一些中产阶级 他们想改善自己的住屋问题 就是好一点或者住好一点 但又未去到先屋 其实会不会在那里搭建一下 就是认真去检讨治安居的话 就是修正 这样使得澳门整个房屋市场 由社会房屋、经济房屋 再一个我们不叫治安居了 我们不久都认为应该是限价 限购、合议上的澳门、澳地 是指定给澳门居民的 是一个价钱有限制的 在这个范畴搭建讨好去 可能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房屋政策 才是一个问题的根本解决 我们希望都是这样 那么有评论就说 对于年轻人应该鼓励先租后买 就是在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能力之后 再转而购买经乌 对此不知道嘉宾怎么看 到底我们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 来有助于年轻人缓解房屋的经济压力 可以更加专心地去拼搏事业呢 我相信现在其实 政府来说是一个新的类型的公共货 其实我想它是有一定的构思 就是这类先租后买的模式 因为实际上就算年轻人可能 第一他排京屋有困难 就算排到京屋的时候 可能他付出首期都是有一定情况的困难 所以于是搞出一个这样的新类型 但问题就是构思又不够清晰 因为就算是先租后买也好 其实它一样同样是占用公共资源 即是说始终你现在整体的公屋供应量不足够的情况下 你怎样可以抽到一部分出来做到这件事呢 同样同样是一个需求量很高的情况下 也面对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样的目标前提底下 我觉得你就算是先租后买 跟我们过往 Oppo时代是有的 Oppo时代是因为我们的公共房的来源 就来自不是政府自己兴建 而是政府可以透过公共房屋的合同 去给一些发展商 发展商建了的时候 比如说在600个单位 可能有300个单位属于发展商 自己私人楼宇 有三个单位拿来做 给政府回报单位做公屋 政府就拿那些公屋里面 可能卖出那些就不是经屋 卖剩的那些就拿来做社屋 于是就在一幢大厦里面 可能混习着私人楼 经屋和社屋的三样东西 所以当时容许你住在社屋 到你一定收入好一点的时候 你就可以 我买了现在我住在这家屋 那我实际上社屋就变成经屋 所以先租后买是用这样的概念 但现在你说先租后买的时候 现在政府又说不是我想租出去 是社屋还社屋 经屋还经屋 如果到时炒完一旧时 我可能有管理上的困难 之外此类 就会变成又去面对另一个问题 究竟这个所谓先租后买 究竟是否真的行到 我只住在这一块 然后将来有能力 去买经屋的时候买另一块 是否就这样 整个政策上是非常混淆的 特别以现在为例 其实我们现在经济房屋法里面 就有一个所谓保留单位 保留单位是什么意思呢 保留单位就是如果你住开社屋 而你的收入超过社屋上限 所谓社屋库户的时候 在经济房屋法里面的保留单位 就可以让这些社屋库户 優先去买经屋单位 来解决他那个社屋库户的问题 但问题就是我们连经屋一般的供应都不够的时候 我哪可能现在有这个法律定了保留单位 但一个单位没有保留过 全会拿出来 后来就去给一些经屋申请 完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 只是现在我们有法律 你政府都执行不了的时候 我又再搞多一队出来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政府是怎么搞得它 由于近年来 私楼的价格不断提升 远远超过了居民的扣买能力 有人士也曾建议说 政府应该增加公屋占楼市的总体比例 那么二位认为就是这个 公屋跟私屋如何的比例能够既活跃市场 又不至于造成居民太大的居住压力呢 陈先生您怎么认为 这个牵涉到总体的那个房屋的政策是怎样 因为如果说真的 你如果没有限制的话 现在澳门大概公屋跟私屋之比 公屋应该是22%左右 私楼是78% 就是将近八成左右 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些横向对比 香港我看回它的数据 公屋即是各种类型的公屋 加起来应该是48% 就是将近一半江山 如果说起新加坡更厉害 八成多 超过八成 是属于公屋 你想想 它这么大量的公屋 其实它有一个作用 因为它有些是要购买的 它的价格其实是对整个房屋市场 价格是有一个调节 现在澳门的私人楼宇占了八成 基本上它定价完全可以与公屋断勾 大部分人都是去买私人房屋 所以造成了它有一个疯狂增长的一个趋势 现在很坦白说 你作为整个澳门的房屋市场 其实是应该要提高公共房屋的比例 因为提高公共房屋比例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说 让更多澳门人有楼住住得体面 住得舒服 第二个 在增加公共房屋 尤其是京屋 或者我们说的一些限价限扣楼 就是在京屋之上的限价限扣楼 如果增加这个比例的时候 它们的价钱 会在比较合理或者比较低的情况之下 比较合理的 如果在京屋之下的数量又大 对整个房地产市场 是起到一个调节作用 起码你私人房屋 你不可以无序地增长 起码你也要看回 这么庞大的 那个经济房屋 或者限价限扣楼 它们的价钱可能是比较低的 你再去增长的时候 可能一部分人就会去买那些 而不去买那些 所以总结来说 京屋的比例一定会增加 看看政府 它有没有科学施政搜集数据 就是说香港是五成 那我们是否五成呢 或者是四成呢 当然你要达到这个目标 现在是22% 所以你应该有一个 街梯式的目标在 我经常说 解决房地产市场 不是拋一个公共房屋概念出来 你是有整体的规划 这个规划是落实了 叫做傲人傲地 将我们有的土地资源 收回来的土地资源等等 怎样在公私楼之间 做一个分配 多少地公屋 多少地私屋 一定要这样才能够 解决房地产市场 我想 现在讲了多少比例呢 其实是指上谈兵的 究竟二十多 现在变成三十 变成四十 指上谈兵 而问题的关键 就是作为澳门一个 基本法规定 澳门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一个自由市场来的 自由市场理论上 它的楼市是一个健康 什么是健康呢 就是它不同价格的楼宇 去为不同经济能力的人 去购买的时候 那就没有问题了 但现在我们过去一段时间 楼市不健康 在什么呢 我们在楼市 在供应者来说 供应的大量都是贵价的楼宇 而中低价符合本地人消费的楼宇不足的情况 就造成了现在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觉得 如果政府在这里 就是说 一个社会上 市场自己能够调节 政府最好不用插手 但当现在市场不能够自己调节的时候 它就是需要 我们针对市场上 就是中低价楼 就是符合本地人消费的楼宇不足的情况下 我们就在这条介入 去增加我们经济房的供应 来去调节楼市 自然当中低价楼的供应量增加的时候 自然对高价楼有一个调节作用 这就好过去说 究竟我们有多少比例是合理呢 我觉得这点上就是 比较容易从市场介入的角度 来处理这个问题 好 谢谢二位 那么住房问题 对于澳门民生来说相当重要 希望政府日后完善房屋政策 保证居民的安全乐意 感谢您收看本次节目 也感谢嘉宾和议员的现场讨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